走在美食街上您是否经常烦恼要吃什么呢 网路上部落客们推荐的美食您会慕名前往吗 会 会比比看 有一个部落客那时候每天的业绩量大概暴增9万10万 而消费者在手机上看到的美食罩是部落客怎么拍出来的呢 一张张新鲜的美食罩让人鸡肠碌碌 但您可知道这些美食部落客背后的心酸吗 成为美食部落客之后店家一定会很看重你的粉丝人数啊 触及率 互帮程度这些其实都是不可避免 面对不可控的网路粉丝触及率 不少美食部落客都使出浑身解数 通常如果有一个新开店的话 就会马上看到很多人去拍了 就是为了要强快 而且要让读者知道说哪边有新的东西 粉丝触及率影响的不光是店家的邀约意愿 更决定了部落客酬劳的价码 我们大概就是会有一个你流量多少 你大概报多少的一个行规 也有没有钱的互惠到几千上万也会有 品牌里需要有很强烈的你个人的要提供的一个价 粉丝才有一个为什么是非你不堪的理由 美食部落客为生活增添新色彩 但民众在点阅这些精心制作的贴文同时 也要仔细评估才能避免产生落差 记者林则成林芳瑜采访报导